高雄的這個高山區 挖近小山 這山頭有很多臺灣米狗 劉平常常阿波 看到一隻高山 跑到去社區的北條 還拿很多金車在會街上 是怎麼會直接看到 這些高山出現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呢 我們趕快來聽傳到 怎麼說 高山一個會區 又拿一塊金車 高雄高山區 因為我臺灣狗生在小山 這裡有高山路山 找東西吃 並且紅燒家的媽媽 切雜的母就看到高山 走到社區的北條生大股 店員是說已經進去有三次了 然後頭子就拿了香蕉之後 就跳上架上 然後他就覺得 他還是去跟店員說 如果他沒去跟店員說 也沒人發現頭子已經倒進來 不知是社區站在 這就是北條附近 來維持電影 同樣是高山常來的地方 近前就高山位處定北戀 在這裡的大經濟國家 很常見 還很調皮 吃一吃還會跟你那個 小CC 都用搶的 什麼檢地上 他們沒有吃那麼壞 隨便它 就是我買這個結石 保護我的水果 當地人都吃慣食 不過臉大懷孕 高山是不是因為生 土地破壞才會經常露刷 美國協會分析生土地 是有破壞的現實屬性 不過最好是高山的刷魚本領 野生動物它本來就有牽引的本能 跟人一樣會需要互相交流移動 所以他們下山其實是很正常的 那熊猴呢 他成年之後本來就要向外移動 向外撥遷 去尋找新的社群加入 然後呢 讓他們的基因可以互相交流 協會提親 阿珍就站在北京 不可以自己家族 吃東西才不會發生衝突 外面不可以頓本書 不可以考慮 第二十分 躲在外面 洋港的誘因 檢照高山停留的機會 記者綜合報道